2010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刚开机 一场爆破戏的事故发生 主演Selena和于浩铭被烧伤 引起了社会广大关注 之后该剧后改名为爱在春天 终于经历风波后 在湖南卫视播出 于浩铭继续出演 Selena退出 之后于浩铭还通过微博讲述烧伤 及付出前后的心路历程 绝大部分的人也是对他鼓励 支持 但是不得不面对现实 即使观众对你再同情 再惋惜 也不能长时间接受一个外貌可怕的演员 重回天天向上的他 也变得沉默少语 小心翼翼 之后决定退出 天天向上也没再邀请他回去 之后也一直在娱乐圈活动 却也不温不火 不过默默磨练自己的演戏 如今他浴火重生 还出演了丁黑导演的大热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 和孙力 胡兴儿等一众优秀演员搭戏 让大家都看到了他的实力 本是一个励志成功的故事 却被键盘侠 人生攻击谩骂 回想起一起来看刘星宇 那时期 他们五个人真好 那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呀 如今希望他继续勇往直前 不忘初心